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啦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看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 自然療法的最新資訊和最新的發言 袁醫生你好 是,Diana你好,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和大家講食療篇的 醫食同源,食物就是最好的藥物 好,我知道今天袁醫生會和我們介紹 天鵝蠶豆 是的,天鵝湧豆 就是天鵝湧豆 英文我們叫Makuna Purian 在中美洲是用來代替咖啡的 它又有另外一個名字叫Nescafe 跟我們穿囚牌的Nescafe 一樣名字 在危地馬拉的土著 他們是用來做一種食物的 但原來它有很高的醫療價值 麻煩袁醫生幫我們詳細介紹一下 我相信香港人如果去買天鵝湧豆 市面上都未必買得到 這種食物不是普遍的食物 但有些地方的人 就當作一種豆科的食物 但我今天和大家說的天鵝湧豆 它其實在健康和醫療方面 原來有很大的價值 這個資料也是最近慢慢被發現的 Makuna Purian 就是天鵝湧豆 其實它含有一種很強的神經傳遞的物質 我們叫做L-Doppa 或者左船多巴 那麼這個物質 這個物質 在印度的 我們叫做 阿欲菲陀 阿欲菲陀的醫療裡面 是幫助一些神經系統 以及性方面的疾病 在傳統上 這個天鵝湧豆 通常用在什麼呢 排氣 我們叫做 Carmenative 就是排氣的藥 幫助一些高血壓 以及血糖低 這種問題 原來 這個天鵝湧豆 它含有 我們曾經所說的 L-Doppa 的左船多巴 它的成分都非常之高 差不多每一刻 裡面 都有40個毫克 那麼 這種的 大家如果都聽過 L-Doppa 通常是幫助你什麼 病 就是柏金順 柏金順 一個老人的 經常會遭遇到的 這種的疾病 其實這種病 其實都挺難處理的 那麼 這個天鵝湧豆 它含有很多一些 活化的 那個簡性的那些 那些物體 那些化學物質 我都快要讀出來 因為都挺難讀的 那麼 那麼 主要都是 這種的 這種這樣的 豆裡面 就有很多 這一類的 那個 那個 化學物質 那麼 在我們那個實現的 那個模式裡面 發現 我們知道 L-Doppa 是左旋多巴 是可以減低 我們那個 膽固醇 還有我們的血糖 那麼 可以這麼說 在主理血糖方面 這個是非常之 好的工具來的 那麼 那麼 這個是可以減低 熱帶 熱帶 雨林的 熱帶地方的豆科 這樣 譬如在 非洲 印度 以及加勒比海 是非常之 普及的 還有這種 這種豆 它通常 那些 幼嫩的葉 和那些種子 那種子 那種子 那個 那個 表層那裡 那裡 其實有些毛粒 如果你不小心 撒到它 你會很痕癢 你會很痕癢 那麼 其實這個療劑 這個天磨 湧豆 我通常 就用在一些 當作一個同類療劑 那樣用的 通常是用一些 老人家的皮膚痕 那是一種 很特別的症狀 有很多老人家 就皮膚痕到 就是 吵吵吵吵吵吵 吵吵吵 我記得 在加拿大 我初時在多人多行 這個時候 我遇到一個 老人家 他來我的診所 他整件 底衣是 血跡斑斑的 很棒 那你看他的 除了一件衣服 看他 整件衣服 都被他抓到 全身 這種症狀 通常是 無疹的痕癢 我們叫 Itching without Eruption 是無疹的 但他的眼睛很癢 很癢 出於老人家 通常我們都覺得 是因為 肝排毒的功能差了 身體排毒功能差之下 很多時候 這些毒素 會沉停留在我們的皮膚 導致我們的皮膚 很嚴重痕癢 我當時 我就用這個療劑 在同類療法的療劑 名字叫 Dolach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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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Makuna 有些少不同 這是我們過去 慣常用的 但最近 有很多新的研究 發現 在巴西尤其是 天鵝 湧斗的種子 是可以內服之下 幫助柏金順病 幫助水腫 幫助性無能 搶氣障 以及很多寵物 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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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可以去水 和我們鎮定 加強神經系統 和一種催情藥 外膚 是可以用在皮膚潰爛 歐沙的方面 在傳統的應用 天鵝湧斗通常用在排氣劑 高血壓 以及血糖的處理 在印度 通常它們都是很出名 是屬於一種催情藥 不是只為偉哥 天然藥都可以 天鵝湧斗都有這種作用 而且是女性的驚奇 幫助驚奇 保護驚奇的健康 還有 指公的推動指公 還有一種神經的補品 神經系統的補品 很多功能 還有清潔我們的血液 可以看到 其實很多天然的食物工具 在傳統的醫療 在不同的地方 地域 都有不同的作用 在印度 阿欲培堂的療劑 都是當成神經系統 以及性方面的磨病 這方面已經很長歷史了 在印度的醫療上 除了用 渡蟲 利疾 土舍 還有被蛇咬 蛇咬 解蛇毒 性無能 性方面的功能失調 咳 肺炙 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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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鋁 濃風濕 肌肉痛 肺肉 還有筆育 生不到小孩 還有 痛風 驚奇的問題 糖尿 癌症 在印度的阿育肺堂这个医疗里面的系统 传统上都是应用在这些地方 我们刚才所说 在很多的部落的地方 这种是用来处理那些不同被蛇咬出来的 就是那种解毒的一种工具 它发现可以对付一些眼镜蛇 Cobra这方面 有另外一种叫做Source, Gale, Viper 这些全部是毒蛇 还有一些复蛇, Peak Viper 还有有一种叫Croud 这些其实全部都是毒蛇 可以用来处理这些毒蛇咬到 好了 但是这个种子 天鹅蛹的豆的种子 可以处理一些情绪低落 那些神经性的情绪低落 可以帮助这些 如果种子的粉末 可以处理柏金顺 所以慢慢地我们在很多健康店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 这个天鹅蛹豆的叶部 通常都可以当作烟草来吸用 所以你看到那种用处有很多 最近很多人都开始研究梦境的意思 也有些人就用这个工具 是帮助一些人 是发一些逼真一点的梦 原来也有这种这样的作用 好了 那我再说回那个左船 左船多巴 多巴这一样 我大家都知道 Dopa左船多巴是一种氨基酸来的 通常它会变成多巴胺 多巴胺是身体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是帮助我们脑的正常功能运作 我们的研究发现 我们的身体会将这些氨基酸 我们叫做Tiroxene 叫做Loc-on-cene 是一种氨基酸来的 Loc-on-cene就将它变成左船多巴 Loc-on-cene 左船多巴 就可以慢慢转为多巴胺 我们的身体 如果我们身体没有多巴胺的时候 我们的肌肉就会变得很紧张 以及有一种震静 即是震惊 我们经常都说 拍根讯拍根讯 别人的表面的症状 是很僵硬 肌肉很僵硬 而且它有一种手振振 脊部 好像我们叫Shuffering机 拖着地方痕 好了 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天鹅涌 天鹅涌 天鹅涌豆的出取物 即是一个extract 可以帮助我们睡眠 帮助我们深入睡眠 所以刚才我所说 帮助我们做些美梦 做些逼真的梦 始终你的睡眠要深入才有机会发到这个梦 所以它会改善我们睡眠的质素 那还有它是减肥我们身体的脂肪 而且减低我们的鸡皮组织 你知道了 有时候是女性的肌肉 皮下脂肪 会导致我们的皮肤表层凹凸 和善皮 这样的鸡皮组织 可以改善 以及可以减低咒纹 还改善我们皮肤的质素和皮肤表皮的外观 亦都增强我们骨的密度 可以这么说是帮助我们扭转骨质疏松这种问题 亦都会帮助我们增加我们肌肉 即瘦肉增加减低肥肥肥脂肪 增加我们肌肉的重量 改善我们的情绪 令到一种安长的感觉 还有刚才也说 在性欲方面 加强我们的性欲 加强我们的libido 亦都令到我们的性能 改善增加 亦都会增强我们的精力 改善我们的身体各器官 例如胆固醇那方面的问题 令到我们的心、肾、肝、肺的功能 都可以重新的 可以这么说 它是一种 一种跟那个 就是那个 反反反或还童的 食物 亦都会帮助我们加强 我们的免疫系统 这个就是天鹅涌斗的作用 有时候我们当作一种食物,即是磨碎粉 磨碎粉有什么作用呢? 这也是过去的研究 发现会帮助我们的性欲 包括男女方面的性能 性能的表现 以及改善我们的情绪 以及抗抑郁的效果 增加我们的精力 令到我们身体的生长荷尔蒙 生长荷尔蒙和我们的蓝巢 那个高原素 大家知道这些全部和我们的年轻人的状态有关 随着燃灵增长 我们的身体的生长荷尔蒙和我们的高原素 是慢慢地降低的 所以我们人的身体都会改观 亦都增强我们的骨质的浓度 很明显也是对付骨质疏的问题 还曾经很相似的 改善我们的皮肤的质素 以及皮肤的外表 改善我们的柏金逊这个问题 令到我们的身体血糖的水平 保持健康的水平和增加免疫能力 可以看到 无论它是一种 我们叫蓄取物 一个浓缩的液体 抽取的液体 或者一个普通的天鹅涌豆的粉末 其实都有相似的效果 好 我曾经说我们的左船多巴 L-Dopa 原来我们的身体有些 这种物质 是有一种天然的 帮助我们分泌的物质 帮助我们刺激我们身体的 生长荷尔蒙的排放 我们的血液 就会将这些多巴胺 带入我们的脑袋里面 它也自然在我们的 脑下垂体里面 就是制造多一些 我们的人的生长荷尔蒙 这个这样的 我们的多巴胺的水平增加了之后 也都会增加我们其他的荷尔蒙 譬如那个高丸素 高丸素通常跟我们的性育 提升性育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如果提升高丸素 那男女方面 其实女士都有高丸素的 不是男士有的 都是帮助我们 在性行为的表现方面 会加强 也都你知道 高丸素强的男人 通常在运动方面 都是比较激烈一些 进取一些 也都是高丸素高 会帮助我们身体 燃烧我们身体的脂肪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生长荷尔蒙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最近 也都很多人 是企图用一种天然的荷尔蒙 来到保健 反恼还动的工具 其实我们不需要用这些 所谓那种 天然的或者合成的荷尔蒙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种 很简单的食物 就是我曾经说的 天鹅永久都可以做到这些 好了 至于柏金顺这个问题 其实也相当严重的 在我医学上 其实我没有这方面的 比较仔细的 详细的资料 那我发现 在我们 那个天鹅永久的 那些 种子的粉末 一直都是在 阿犹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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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印度的医疗学里面 一直都用在柏金顺 那我知道呢 我们左船多巴 阿犹佛陀 会影响我们 我们那个多巴胺的身份代謝 在我们的脑袋 那这个当然 会改善我们 柏金顺这个症状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 这个种子 是会 在 会聚绩 有0.2% 到2% 的 左船多巴 就是在 他那个 重量那里 那我们 也都知道 在 用柏金顺病 这个研究 也都去分析过 用这个 那个 那个 Makuna 这个这样的 金额永久的 出水物 比较我们 西药 用西药 就是Liverdovin 这种西药来的 那大家比较 有那个功效 那他就用在 60位病人里面 维持12个星期的治疗 他发现 这个出水物呢 是有效 还有呢 是没有那么多的 副作用的 那这个 我可以叫做 Randomized Control 这种 这种 这样的 双重万丈 Crossover 的研究 那就是一个 比较 一个 比较严谨的 科研研究 那这个资料呢 都在我们的 医学习记 里面 医学习记 里面 医学习记 里面 医学习记 其实很多方面 都登过出来的 通常都是用在 这方面的研究 那他们呢 他们呢 曾经用过 两种不同的 分量下 的出水物 那他们发现 他们的效果呢 跟那些药的 效果比较呢 就是 他的效果 很快可以看到 而且 维持的时间 也都非常之长久 也都不会好像 有些这样的 柏金信药 长期用呢 都有出现 那个 运动障碍 这个问题 就是你知道了 就算那些西约用 采用之下 慢慢地慢慢地 其实那个活动 能力 都是慢慢地 一直退化的 可以这么说 在起码用 这个天然的 那个天鹅 绕斗呢 我们长远用 都不用怕 有这些什么的 就是那个 我们叫做 运动障碍 那个后遗症 出现 那这个就在 我们在柏金信病 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非常之 有价值的 天然的工具 可以帮助大家 柏金信病人 这方面的问题 好了 大家都经常都听过 他的伟哥 很多人 今时今日 很多人 在性能方面 其实都越来越弱 不要说 现在的男性的精从 已经低了很多 但其实 其实在我们的 一般来说 我们一般人 都有这种 性功能障碍的 我们发现 在这个天鹅涌斗 可以说 有一种 催情的效果 改善我们的 性行为的方面 我们的性欲 和我们的性能力 其中有一个研究 在印度 在印度 有一间 药剂学的学校里面 也做过一个这样的研究 他们发现 只是用大概每千克的体重 每千克体重 用量是75毫克 即75mg 每天的体重 它就会加强 那个男性 那个 它用那些动物 用白老虫做实验 发现 原来 它们的性行为 那方面 可以加强了它 那它怎样做得到 这个效果 发现 原来它刺激 我们的高元素 荷尔蒙 可以这样说 发现 在这些动物的实验里面 它们的性行为 我们叫做Mounting Mounting 就是这个动作 骑上去 就是骑徒做性行为 这个动作 差不多是增加了 10倍 哇 很厉害 它们的动情也很厉害 这个研究也发现 如果是 一般性活跃的动物里面 它们的性欲 和性行为 性能的增加 差不多是21到28天的 可以维持得很久 而一般的 但如果全部是 完全性无能的 这方面效果就差了 那就是说 对一些正常性活跃的 性能活跃的动物里面 它们的性行为 是可以改善很多 另外一个研究 就发现 它在用这个 天鹅蛹出水物 是会增强性感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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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激情的感觉 和增强性活动 是会 增强性活动 是会 会 中度地增加 以及 是会长久一点 持续一点 亦都可以增强 那个 我们 我们叫做 射精 那个 时间的距离 和 就会 令到 和 减低 我们 射精后的距离 那就是说 射精的能力 那个时间方面 都改善很多 那 原来 发现 这个 Makuna 可以 在我们 中枢神经 控制 那个活动 那就是说 我们可以令到 射精 那个 那个时间 可以 推迟一些 就是不会那么快 就是射精 这个出现问题 以及 是导致我们 那个 性器官 那个过度敏感 那 你也看到 在我们的 科研方面 已经证实了 这个 出嘴物 天鹅蛹 可以加强我们的 性欲 和我们减低 是过早射精 这类的问题 嗯 这一节的时间 差不多了 那 下一节 回来 袁医生会继续 和我们说 天鹅蛹斗的资料 和会教我们 如何用自然医疗的方法 去处理肌肉抽筋的问题 好 稍后回来继续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站 www.h-e-a-l-t-h-s-h-o-p-dot-com-dot-h-k 回到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刚才说到性能力 今时今日那些夫妇 常常都不育 说生不了孩子 最近又有些报告 说年轻男士精从减半 其实那个天鹅蛹斗 对他们有帮助 在这方面 其实都有一些科研研究 大家可能都听过 我以前都跟大家分享过这些数据 今时今日三句夫妇 都是上三十元是有问题的 最近有出戏 就叫做星巴克超爹地 我也有过 说这个人 这是欧洲片 不知不知道 好像意大利片 我不记得 我看过了 很有趣 说这个人去做人工授人 他就捐很多 为了赚钱 捐很多精蟲 精役 发现原来他生了 整个白的十文仔 都是由他那里出的 所以这种叫做星巴克超有种 大家还在做的 即是都发现了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好了 在Makuna 这个天鹅蛹 天鹅蛹的种子里面 在这方面 他发现了 这个天鹅蛹的豆 它就有五种 叫做Alkaloid 就是一种简性的物质 它里面 就发现是可以刺激我们 那个高丸素是增加的 那么高丸素当然 会也都是帮助我们那个精子的数量增加 还有帮助我们高丸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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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大一点 你知道了 年轻的那些 通常会大一点 尤其是初生婴儿 那个高丸是很大的 有些人见到 好像很害怕 其实不要紧要 因为始终在那个 这个荷尔蒙的生长过程 婴儿子出来 高丸比例上是比较大一点 但是 随正年纪增长 高丸开始慢慢缩绝 当然我们的精子的数量也缩绝了 好了 那么 他发现 我们用这个天鹅蛹豆的实验里面 发现 他在起码做老鼠方面 他就发现 他的高丸在 那个精子的数据 他的数字呢 在二十天里面是增加了的 到第三十天呢 是那个 那个精蟲的数字 是更加增加的 那么 也都你知道了 我们身体那个 那个 那个 高丸的 那个生精的能力 就是身体 都是由我们那个 那个 高丸 高丸素 那个荷尔蒙有关的 那么既然我们知道 我们天鹅蛹豆的 Alkaloid 可以增加我们 我们那个 那个 那个 高丸素的水平 那么很明显 是直接 刺激我们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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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脑下与 的 荷尔蒙 或者是我们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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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储藏高软素 你所问的答案是可以增加精蟲数量和荷尔蒙 天鹅涌豆是可以帮助糖尿 亦都用正常的白套做 每公克用零五、一和二的黑套来实现 他发现是可以帮助血糖的 正常白套会减低血糖的水平 但如果用在糖尿病的白套里面 半克的分量就不够 要一到两克的分量就可以大大减低血糖的葡萄糖 通常我们如何解释这个效果呢? 我发现天鹅涌种子里面有很多微元素 包括芒、曼根、鲜、鲜 还有很多其他的 很可能这些微元素 我们过去已经知道是有降低血糖的成分 可以帮助到的 这也是一种解释 在直接或间接之间 天鹅涌豆也可以帮助我们 控制这个血糖 跟大家清楚介绍了 你看看 总括来说 天鹅涌豆有三大功能 第一个就是帮助柏金信症 第二个功能就是帮助性能力和不育 第三个功能就是帮助糖尿病 这就是我们文明人常遇到的问题 对 好 我刚才跟大家说过 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探讨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肌肉抽筋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呢? 因为我有一个病人 我两次在健康店就遇到他 他就在路过大家一路走 他就问了我 他说他最近就有那个小腿抽筋 很明显 相信肌肉抽筋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现在是说 有些人到差不多年纪 通常年纪大一点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这种 夜间性频密的小腿抽筋 导致他就是痛醒的 所以这种是一个比较困扰的抽筋 不是我一般人的运动之后的 就是间歇性的肌肉 用过劳抽筋的 好了 那我跟大家谈讨 就是为什么我们肌肉会抽筋呢? 是不是血液循环差呢? 其实血液循环差是一个因素来的 那简单来说 可以说我们身体的 我们叫做电离子 Electroli的失去平衡 我们身体就有些抗物炎 例如鸡 铁 铁 铁 Calsium 和Magnisium 尾 那这个呢 就是这种的不平衡 这种这样的抗物炎的不平衡 会导致我们肌肉的不层上去抽筋 那也有时候呢 我们那个维他命E不足 也是一个常见的 那当然呢 也都我们那个体力 就是不习惯的体力的过劳 过分运用肌肉 或者扭伤 这些都会的 那也有些人呢 是坐得久 站得久 或者睡得久 好像在床上睡得久 也会导致你抽筋 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呢 就是那个贫血 或者是烟液用太多 就是吸烟过多 或者是很缺乏运动 这些都是一个因素 那还有一些病 我们叫做 Fibromyalgia 这个比较严重一点的 是那种叫做肌肉 组织肌肉的痛症 那就是比较严重一点的 长期都痛的 不是这样间歇性的抽筋 那么简单的 肌肉抽痛的 那有时候 荷尔蒙的不平衡 有时候可能敏感 或者关节炎 那也都有时候呢 我们血管是闭失 那也都会导致 这个抽筋这个问题 那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可能缺水 那很多时候运动一下过爐 缺水之下都会有 或者是中暑 或者叫做Hit Stroke 或者我们甲状腺素过低 或者可能静脈的问题 静脈肿胀的问题 那也都有一些严重一点的 就是比较少见 就是一种神经线的问题 我叫做ALS 就是Amyotrophic Lethalosclerosis 或者Lugaric disease 这是比较很严重的 神经系统出现的严重问题 好了 那除了我刚才所说的 这几个因素 很多时候 我们的肌肉抽筋 都是因为我们用 那些伏液的药物 那些西药的副作用 那其中比较常见 就是我们用那些去水丸 那去水丸呢 而通常用来治疗什么呢 治疗那些高血压的 或者我们心脏病的 那这些去水丸呢 就会迫我们的身体 排解这些水分的时候 那我们身体很多那些 那些电离子 那些所谓的甲 钙和尾都会失去平衡的 那这个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那就是刚才所说的 那血液的传满不好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这个是导致很多人 都有遇到这些肌肉抽筋 那当然了 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病人 那其实呢 他是晚上遇到 半日生间 突然之间脚抽筋 那通常痛到你 你一定要隔起床 踩着地板 那才有机会 是舒缓得到的 好了 那有什么处理方法呢 那其实处理方法都相当之多的 那我先讲一下 营养素的治疗 那其实最主要呢 我就要考虑 用钙和尾 是 因为这两个是主要的 和那个肌肉的 那个直接的 那个抽筋是有关的 那这些钙和尾的不足 很多时候呢 就会引发我们那个小腿 或者脚是半夜抽筋的 那我通常呢 就在这方面呢 是用回补充剂 那钙用得 可能要1500个毫克 每日的容量 那尾呢 就通常一半分量 就是二和一的比例 很多时候我用呢 钙和尾呢 就是二和一的比例 那当然多些都没有问题的 那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说那个维他命E 那维他命E 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 那很多时候呢 这种维他命E不足呢 是我们会很多时候 会站久了 或者走路 这种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我们维他命的血液循环不足 因为你走路多呢 站得多呢 那血液循环呢 可能那个不足够 那所以呢 这种情况的抽筋呢 就我们可以这么说呢 和那个 或者静脈曲张有关的 这种抽筋呢 维他命E 会比较是适用的 那维他命E的用量呢 通常是 国际单位200 至到400 每一日 或者每假日 去用 那这个呢 就是最基本的 所以说是 很必要的 要考虑的工具 那有些其他的 都是相当重要的 就是很多的 我们叫做 帮助我们骨质的营养素 这些方面 市面也挺多的 例如是什么呢 叫做崩嵩 就是有很多钙 尾 其实有很多方面的 那么他有很多 也有很多的微元素 是帮助我们身体 吸取钙的 有时候 怎么用钙 身体未必能吸收 所以用其他的营养素 是辅助我们身体吸收钙 因为始终年纪大一点的时候 我们吸收的能力是比较弱的 是 那除了这个呢 就是钙 Protestium 那因为呢 我们钙 是帮助我们 钙和尾的身神代謝的 那也都去帮助我们 舒缓这些肌肉的抽筋 那当然钙 是什么的食物最多 椒 香椒 那有一种说法呢 一日一香椒呢 就是比一日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 那所以我在我们的骨骨骨店 我通常呢 介绍一些病人 或者顾客 就用一个早餐 用巴黎菇 阿麻纸油 或者train oil 乳健草油 那就混了一些蛋白质的粉奶 再加上香椒 那搅拌每个早上就 就是喝这些这样的香椒 shake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Silica 直石 这个营养补充剂呢 亦都是帮助我们钙的吸收 那还有跟着维他命B B杂 再加多B1 因为B杂是会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 和我们细胞的功能 那还有一个就是维他命B3 Niaxin 那有些人吃了之后 会突然之间 这个面子就会红粉飞飞 好红饭出来的 那很明显呢 它是推动我们的血液循环 都很厉害的 那这个呢 就是维他命B杂 里面的再加B1 和B3 那当然啦 维他命C 和C杂 那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 那那个分量呢 大概3000到6000的毫克 一天这样 那同一个维他命D3 一天都用400的 那个国际单位 那这些呢 都是帮助我们身体呢 是吸收钙的 那所以 我经常都说 要求那些人呢 骨骑疏松的人呢 最紧要呢 就要多些曬太阳 那你这样吃钙呢 其实是不足够的 那你身体呢 是未必能够 能够 怎样吸取钙 那如果你有维他命D呢 那就帮助你的钙呢 是吸收得好一点 那当然最便宜的 吸收维他命D 就是晒太阳 那香港始终是一个压热大的地方 那所以呢 太阳呢 是随处都有的 那他每一次晒半个小时 那个吸收维他命D 是远远多 你能够 就是口服服得到的 好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亦都有个我们叫做DMG Diamatheal Glycine 那这个呢 亦都是帮助我们身体组织的氧化 如何运用那个氧粉的作用 那这个亦都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具 通常我们也有时候用一些 十文仔 有些是自闭症的小朋友 我也有时候用DMG 可以帮助他们的 那除此之外呢 可以帮助得到就是Cocutin 是 那个虎酵母的Q 这个呢 就用100MG一日 那亦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Cocutin 是帮助我们那个 心臓功能的血液 是很紧的 那亦都可以帮助我们 减低我们那个 那个 那个血压 对吧 好了 那除了这之外呢 就卵鸣脂 卵鸣脂 可以用粉 如果用粉 一两汤匙 一是十三次 在饭前吃 或者用那个软 有些是胶囊 这个卵伦脂是帮助我们减低胆固醇 虽然我们很多集都和大家分享过 胆固醇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不用太紧张 也不要一生服食这些抗胆固醇的药 其实对整体的健康和寿命 是没有什么真正的益效的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做一些东西 卵伦脂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卵伦脂里面的Lessusen 是帮我们化解溶化我们身体的胆固醇 多数方面的维他命和抗物盐 就是不要单一的 还有一个是升 升的通常也是帮助我们吸收钙 加强维他命B的作用 升的通常就不要吃得太多 一般来说你看看标签的份量 在我们曾经所建议方面 这些营养素和维他命都很有帮助的 好了 除了营养素和维他命 其实有没有其他的植物方面 草药方面 草本食物 其实一样可以用草药的 其中最主要就是木树芽菜 木树芽菜是很多抗物盐 很多微元素的 我通常都教大家 自己买个发芽菜的机 买些木树芽菜种子 自己就在家自己发芽菜 因为你外面买都不容易 有时候我们去西餐餐 吃自助餐 他都会有木树芽菜 但也是少见的 其实最容易吃得到木树芽菜 都是自己家买个发芽菜的盒子 自己用木树 这种种子 这个最容易用得到 好了 除此之外 Bayberry 我们叫做羊莓 Bayberry 还有Black Fizzle 翻译叫做有福chill Fizzle 其实都是跟肝有关 Cayenne 红椒 当归 Echinacea 子椎花 Elderflower Elderflower Elderberry 这个是折骨木花 Elderflower 折骨木花 Elderflower 也很多时候 是帮助这些小鸚仔发烧 都是可以用得着的 大蒜头 银行 Gingko Bailova 还有一个叫做 马尾草 Horstale 因为马尾草 是含有很多silica 我刚才所说的 是一个天然的草药 植物里面 就是马尾草 还有一个就是 葬 或者是红花 或者是番红花 Sephalon 这种 厨房用的 染剂 或者调味剂 都是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 好了 除了这一类的草药 另外一种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 有一种叫做 感瘦菊 Valerium Skullcap Skullcap 我们叫做 美黄神 也有一种叫做 蜂狗草 Skullcap Mildo sweet Horsetail Horsetail 就是我们曾经所说的马尾草 它也会帮助我们舒缓肌肉的抽筋 除此之外 在临睡之前 我们去吃蜆草根 Valerian roots 这些是安神的 帮助我们睡得舒服一点 亦可以避免我们睡觉 是抽筋起来的 这就是草药的方面 除了草药之外 其实有很多食疗的方法 食疗的方法 例如有什么食物 我曾经所说的 就是阿花伯 阿花伯 可以自己做的 还有Bluwer's yeast 就是啤酒酵母粉 这些全都是B杂的来源 天然的B杂的来源 吃多些深绿色的植物 和叶绿色的植物 籽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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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很有帮助 在食物方面 还有要避免脱水 多些喝水 尤其是干净一点的水 用蒸馏过的水 会帮助我们 在肌肉里面的毒素 排解得快些 所以有些时候 都用蒸馏水 喝水 如果有些问题的情况 可以每三个小时 就喝一杯 用这些干净的蒸馏水 好了 还有就是我们 劇烈运动之前 就要做热身的运动 慢慢来 其实最有效的热身运动 就是你的运动 是同样要做的运动 不过慢慢做 不需要强硬拉筋 尤其是冬天做这些 有时很容易拉伤 所以就慢慢来做热身运动 而且在运动之后 都会慢慢地 慢慢地 冷静 还有要做一些拉筋的运动 这个也能帮助到的 很多时候 我们通常教的病人 如果晚上很容易 睡觉抽筋 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就是拉小腿肌肉筋的动作 就是自己人向着墙 脚离开墙远一点 脚筋就粘地 一只只脚这样做 接着人向前谈 如果你脚筋粘地 人向前谈 你的小腿肌肉筋就会被人拉 即伸展的作用 这种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也有时候 可以做运动之前 用橄榄油 或者用阿麻子油 做一些肌肉的按摩 也有时候 可以在充热水肉的时候 也可以滴这些 的橄榄油 或者橄榄油 当然很明显 肌肉方面 不要过分鲁碎 如果遇到问题 当然用热肤 可以舒缓 橄榄毛巾 可以舒缓 或者可以用冲凉 冲热水肉 我们上一集 我们也有跟大家 可能前一集 我们也有跟大家说 用那个瀉盐 因为瀉盐里面 有流化尾 尾是舒缓我们的肌肉 舒缓我们的血管 如果遇到经常有这个问题的人 可以考虑浸这些 射盐的肉 通常用量都是10盎司 1磅 来浸肉 中热水肉 这个可以肯定 是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 进入我们的肌肉 除了这个之外 如果你是在吃去水丸 去水药 去水药 因为血压高 或者心脏的问题 记住 我们同时 要多吃一些甲 来甲 因为很多去水丸 心脏病的药物 会令到我们流失 甲的电离子 所以这是一个弱的副作用 我曾经所说的 这类的方法 都可以帮助大家 遇到这个问题 可以处理得更加有效 当然 我们有很多公司 病人 以及顾客 都认识我们有一个 苏联的太空科技 的小灵晶 其实小灵晶 在这方面的效果 是非常神奇的 如果你遇到肌肉 突然之间抽筋 它用了小灵晶 在肌肉的部位 和肌肉的关节出来 在关节附近的电 或者简单来说 找个鸭痛电 你按的地方哪里痛 你就用小灵晶去电 这个不单可以即时 帮你舒缓 也可以预防这个问题 所以跟大家分享 这些工具 如果带不够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同类疗法 我相信这些工具 如果大家真的去好地去用 相信肌肉抽筋这个问题 是很快就去解决得到的 明白了 袁医生 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有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自己处理不了的话 需要袁医生帮助 可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 是2577-3798 多谢袁医生 好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3w.naturall.com.h